最终入选2021年考古新发现的这六个田野考古发掘项目 为推进当地的考古研究提供了哪些线索 这些考古发现对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探索 又有哪些意义呢 我们一起来看 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 出土的首幅与博人幅等实质品 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 制作最精美 技术最成熟 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 年代紧随其后的南洋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涵盖了养勺文化 屈家岭文化 石家河文化 是一处时间跨度长达2000多年的 以独山玉石与资源支撑 以玉器石器加工交流为主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 介绍了什么呢 就是从六七千年前到四五千年前这段时间 我们的手工业发达的程度 尤其是制玉还有制古 江西张树史国子山战国墓葬 是江西地区考古发现规模最大的战国墓葬 墓主与越国王室关系密切 为本区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探索 提供了直接的考古学证据 他们所发展的是江南地区 商周时期的地方文化 以及它跟中原文明的联系 一直备受关注的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商代遗址 也成功入选 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 即铜顶尊贵作人像 铜钮头贵作人像 铜神坛 象牙等2000多件珍贵文物 丰富了三星堆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实证了古蜀文明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湖北云梦县正家湖战国秦汉墓地 出土的中华第一长文孤近700字 是研究战国秦汉时期 社会历史思想的珍贵文本 罕见的墓葬壁画 填补了秦汉绘画材质与类型的空白 正在处于秦国统一六国的 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而且是秦国南下争处的一个战略要地 这个发现里头既有楚文化的墓葬 也就是楚人的墓地 也有秦人的墓地 那么从这个发现 我们从一个侧面来证实了 当时这个历史的进程 反映了多民族统一国家 形成的一个过程 最后一项是甘肃五威 唐代土玉魂王族墓葬群 包括杨辉谷 白杨山 大克汗陵三个陵区 该墓葬群以唐代中原地区文化为主 兼有土玉魂 土拨 草原文化等因素 深刻揭示了土玉魂等民族 逐渐融入中华文明的史实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 提供了有力的考古学之称 炒举发行国家 改变7个陵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 改变7个陵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